1944年6月15日 美军开始大局进攻塞班岛 他们从西海岸登陆 意图在半月内运入整个岛屿 从而迫使南云中医投降 但整个塞班岛上 都有日军4.3万人 火炮260枚 坎克49辆 信奉50道精神的日本人 或者宁可遇碎 不为瓦全的宗旨 誓死要和美军对抗到底 而抗日旗下南云中医 因为中毒导作失败 开始逐渐魔震起来 当战斗真正打响的时候 这个恶魔基本上不过往地面作战指挥 真正的防务实际上由斋藤一字负责 当50道精神遇上真枪时代 日军被一举攻破 整个岛屿上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但日军殊死抵抗的精神 却没有消退 幸存者逃到了岛屿中间的小山上 企图在那里伺机而动 因为这些人根本不知道 日本海军已经战败 早就放弃了塞班岛的守卫 而这些散兵游泳 还一直坚信天皇不会投降 坚信军国大梦一定会实现 他们辗转山林利用地势 向美军不断发起袭击 在这个过程中 一些富商不能跟上队伍的士兵 有的选择了自杀 有的被遗弃在了前线 而南云中医和这一层疑刺 在发现大势已去后 全部选择了自杀 恶魔南云中医因为胆小选择用枪 其他将领则用的是刀 失去了指挥将领以后 剩下的日军不甘心就这样死去 于第二日清晨 向西海岸的美军发起了攻击 《秀三》 《秀三》 《叶三》 《秀三》 面对日军有组织有策划的突袭 美军一时间居然抵挡不住 死伤惨重 他们只好边打边退 请求附近驻军前来支援 战斗整整持续了一个早上 直到美军重新组织好防线 搬出了重机枪 日军这才被一举拿下 短短的几个小时内 4000日军和2000美军 全部倒在了这片海滩上 战后美军搭造战场时 一个姓村的日本中尉大厂战了出来 但由于强烈的求生欲 在发现美军以后 他不得不再次假死 他在尸体堆中 躲过了被二次击杀的厄运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被感染到日军残部救了 但也因为他贪生怕死的行为 遭到了下属的嘲笑 本身一个中尉 在这群残兵游泳面前 居然连说话的权力都没有 为了活下去 他只能跟着队伍的尾部 一同寻找藏身之处 由于缺少食物和淡水 他们冒险来到了一个村庄寻找吃的 在这里大厂战发现了 一个尚在强保中的婴儿 婴儿不哭不闹 表现得十分安详 为了让这个孩子活下去 大厂在离开前 在门上绑上红布条 他坚信只要美军到来 就一定会救下这个孩子 果不其然 在他们走后没多久 美军又成功地救下了那个孩子 但这也暴露了日军的位置 美军随即追了上去 很快双方就在密立深处打了起来 由于大厂的出色指挥 他们利用地势 打得美军一时间反应不及 伤亡惨重 但奈何他们人数有限 在美军重新组织好反击以后 立刻显得力不从心 大厂观察了一下地势 于是决定带着人朝山顶撤去 一举甩掉堆积的美军 在撤退的过程中 他们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 走到了一处战地收容所 这里大概有数百位催民 因为惧怕被美军抓住 蹂躏致死 自发组织在这里避难 受伤的日军 被他们从各个战场带回 在这里得到了有效的救治 这里不仅物资充足 还有大批武器弹药 在得知这一信息后 大厂又重新恢复了信心 他夺回指挥权 带着士兵重返了前线 但殊不知 在他们刚刚离去没多久 美军就对此地展开了 无差别轰炸 数百位村民死伤大半 一些武器被摧毁 粮食也被焚烧殆尽 当大厂看到这些以后 他终于明白 作为一名军人 不仅要效忠天皇 还要保护这里的贫民百姓 为了减少伤亡 大厂决定把幸存的人 分成三匹 藏在不同的影地 这样就算被美军发现 也不至于一下被屠杀殆尽 藏身之所定下来以后 但吃喝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有的食品饿得生吃蜗牛 导致患伤力气 生命垂危 日常河水 他们全靠收集树叶上的露水 或者趁着下雨 尽可能的收集淡水 由于大厂角度三窟的计策 美军苦苦追寻了一个月 也无见他们的踪影 反而因为不断侮辱日军的陷阱 导致美军死伤惨重 很快美军指挥官就失去了耐心 他下令第六陆战队 二营全员出动 直接登岛进行地毯式搜寻 只要发现日军格杀无论 面对美军的大军倾角 大厂也很快想出了政策 为了躲避美军 大厂带让平民登上悬崖 穿过崖壁 藏在各个洞穴中 美军眼中的敌址上黄猴子 就这样消失的无影无踪 不过在撤退的过程中 双方也会遇上零星交火 尽管日军战军地理优势 但奈何美军人实在是多 在追寻了半个月后 美军只击毙了三个日文兵 抓获了六个平民 这让美军指挥官非常恼火 他意识到强攻不行 于是决定开始攻心计 他让俘虏的平民写上劝降书 将东京的惨状印在上面 用飞机散发给每个日文兵 希望这个举动能劝降他们 但大厂根本不相信美军的政治洗脑 他认为这是个陷阱 故意捏造的假象 为了弄清事实 他连夜潜入到了美军的战俘营 在同胞那里终于震惊了现实 自己的国家完了 这也是大厂第一次有着投降的想法 但想着苦苦支撑的士兵 大厂只好陪他们继续作战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山上的物资短缺严重 特别是伤员无法按时用药 平民也得不到充足的食物 有些俘虏为了自己的孩子 亲自跑上山劝降日军 作为平民 他只想看着自己的孩子活下去 而不是饿死在山上 在这种极端条件下 大厂只好选择和俘虏里应外合 企图在那里得到足够多的药品和食物 但殊不知 因为一个极端日军的反应 导致双方发生恶战 好好的劝降计策 变成了屠杀现场 侥幸逃脱的大厂回到营地以后 开始内疚起来 他很清楚没有药品 没有不解 剩下的军民根本支撑不了多角 于是他决定说服村民 让他们下山招美军投降 自己则带着残铺 继续为天皇尽忠 时间慢慢的来到了1945年8月15日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通过广播传到了塞班岛上 一开始日军根本不相信天皇会投降 直到关岛昌齐的照片传到他们手里的时候 这支孤军才知道原来战争结束了 但因为信奉50道精神 这些人应冤自杀 都愿意下山招美军投降 短短的几日 那些病入高荒的人 不断有心自杀的想法 可当看到家人的照片 又会重新捡起活下去的欲望 对于他们来说 没有什么比活着见到家人更美好 为了让这些士兵有个好的归宿 大厂决定和美军谈判 但言语间却透露着绝不投降的信念 哪怕战争已经结束 不过大厂也从侧面透露出了一个消息 他们信奉的50道精神不会投降 但可以接受天皇的撤军 美军听懂了他的意思 回去以后伪造了上级的命令 给他们下发了撤军的通知 自此塞班岛战役彻底结束 1945年12月1日 幸存的47名日军 迈着整齐的步伐 缓缓地走下了山 他们向自己的老对手美军投降 大厂也间接地拯救了 岛上200多名日本人的性命 看到这里的时候 是不是感觉这部日本电影 有些许不一样的地方 如果有那就对了 因为这部电影是日本右翼市里拍摄的 他们通过艺术加工 塑造了一个铁骨铮铮 又充满人性的日本军人 但事实是这样吗 不要忘了塞班岛上有个万岁牙 当抗日旗下南云中医 带着村民撤退时 因为碍于他们脱离了行军速度 于是下令让村民从悬崖跳下 以示忠诚 一千多名平民百姓 就这样葬于他手 这个悬崖至今上面还树立了各种墓碑 和侮辱南云中医的话语 你以为这就完了 南云中医在这座岛上犯下的恶行 远远不止这一个 就在村民跳崖的第二天 这个恶魔居然让塞班女子中学的校长 带着一百多名女学生上山 而理由则是用来慰问 直到7月10日 美军搭到战场时 他发现崖下有一千多具日军尸体 还有107具少女的尸体 而少女们却是一丝不挂 生前饱受摧残 很明显 这是一部日式的美国价值观电影 主要原因就是导演篡改了原著中 美国中尉穷斯描写的日军惨样 和愚中的傻样 并且这个鬼子在1937年就来到了中国 他在塞班岛上的游击战术 完全就是在中国学的 虽然他在二战结束后 又坚守了500多天才投降 但只要身份是日军 那就是鬼子 他的身份和恶腕满盈的南云中医 没什么区别 任何人都可以把他当成孤单英雄 但我们不可以 人禁结束前我想了很久 难不成电影的中医饲养师在诉说 善良的美国人 大度宽容了恶腕满盈的日本人 注意这里的所有词都带有双引号 如果你有更好的形容词 欢迎在评论区畅所欲言 我是初遥 我们下期再见